印度的新冠疫情逐渐失控 新增病例三个星期内 每天暴增六位数病例 死亡病例更是节节攀升 当地坟地和火葬场 几乎每天都有数百名的死者家属 在坟场外等候埋葬和火化 送至亲最后一程 由于印度疫情告急 英国和香港将这个人口大国 列入了极度高风险国家 禁止航班入境 印度星期一的新增病例再创新高 超过27万3千多宗 也是连续第五天 新增病例突破20万大关 尽管当地政府星期一宣布 5月1号开始 18岁以上的公民都能接种新冠疫苗 但免疫网的扩张 根本赶不上病毒扩散的速度 新增死亡病例在七天之内破千 包括年轻人在内 无论是坟场还是火葬场 集体堆积如山 另一方面 印度塔新航空这个月4号 飞往香港的一趟航班 接连出现确诊病例 至少49人正式感染新冠病毒 香港政府好不容易成功抑制 年初爆发的第四波疫情 为了防止病毒有机可乘 昨天下令将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列为极度高风险国家 一律禁止来自有关国家的航班入境当地 至于从25个高风险国家出发的乘客 也得出示离境前72小时取得的阴性检测报告 英国也对印度避之不及 首相约翰逊取消原定下星期官 访新得理的行程后 卫生部长和考课星期一宣布 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4点起 印度将列入红名单 除了英国或爱尔兰公民以外 禁止其他人员入境 任何公民从红名单国家回国后 必须到特定酒店隔离10天